很榮幸 很開心 因為十年前跟黃之環做過一部戲 叫《這樣我是這樣做》 沒想過會再有機會再次做舞台劇在一起 撐歌更加是我大師兄很喜歡 很欣賞 當找我去做這個戲 然後直到有這個Cast 我是領著你 所以很開心 很榮幸可以參與這個戲 看他跟梓華的戲 他們有很多爭吵的場合 我很想參與 很想爭吵一份 跟梓華我們又飾演兩夫婦 可能因為我們認識 之前一起做過戲 那次都是很長的 好像十七還是二十長 然後隔了這麼久 又見回 又再做過 其實是很合拍的 不會覺得好像生疏了 大家又好像中間又沒有什麼 好像做完第一次就沒有做完 然後再做會不會尷尬 都沒有 好像朋友 所以都有東西困 我跟他有東西玩 所以是好玩 這次這個表演 這次我們再排回的時候 我跟導演說 其實好像一個優惠 當然我記得1月5號話庭的時候 大家的心情是 我沒有字可以形容到那個狀態是怎樣 因為不知道等什麼時候 很震驚 但當回來再排 再做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優惠 因為有時候我做完一些戲 之後再想回 哎呀 如果再做的話 我那裡應該可以再做得好些 我的演繹方法可能可以這樣 或者會好些 但無緣無故的戲都完了 但這次就是有這個機會 好像可以再完善角色 或者可以整件事好像 經歷了一次 然後讓我消化再回來 有些事情是 我自己感覺到是鬆了 還有有一些位置 可能之前第一次排排的時候 其實錯過了 有些細節的位置 哎呀 為何我那時候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應該 這個台詞已經提了我 其實應該這樣 上次為何我錯過了 這次好像有個機會 讓我收拾一些上次錯過的東西 然後 自己又會再鬆一點去演 我感覺到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有一種輕鬆一點的狀態去 再次進入排員室 再次跟這個角色接軌 是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不會說 哎呀 會否忘記了些東西 然後大家會否有零開始過 完全沒有的 我記得導演他都驚訝 其實大家仍在的狀態 還要再好了 導演都擔心 隔了那麼久 大家有些東西會鬆了 忘記了 又要重新再重新 在他眼中 完全沒有這件事 大家都狀態很好 還有些東西 再fine tune 所以都很期待 一見觀眾 會是一件什麼事